是時候來個遲來的來年展望,其他要是做的早做了 展望後市很難不先展望經濟 而展望經濟亦很難不先展望疫情 不過展望疫情本不應由財金界做 但問疫情何時完 醫學界卻永遠說不出答案 科學嘛,不做預測的要是是財金如科學 一樣測不到市 既然醫學界不做者設不科學的預測 但我們有實際需要知道 唯有班門弄虎踩過戒了 8月起至今的全球累積 總染疫人數對數情線性趨勢 按此外射 2022年首季時全球78億人將全部中招 之後新增個案將會歸零 當因而不治的1% 2%人口都先游後 疫情結束 或者按11月至今的線性下跌死亡率外射推算 2021年底時數字亦歸零 當一隻病毒的死亡率是零時 問題也消失了 換言之 最差情況需捱多約一年日子 就當疫苗對變種病毒有效 但報道指最快3 4月才能全民接種 加上生效需時 看來最少要捱多半年 至少從疫情角度看 無論經濟股市 明年先低後高速合理推測 何時轉角呢 這要視乎何時lockdown 亦變相問疫情何時會有階段高峰 美國所見 每日新增個案每百如日程一高峰 照推算下兩次為2月和6月 這是lockdown高危期 其實全球數字也有類似高峰 儘管沒美國的明顯 過往3個高峰分別於4月10日 7月25日和11月11日 相隔106至109日 照推下兩次分別於2月下旬和6月中 这些高峰不只見諸每日新增個案 就連每日死亡數字也隱約呈現 指消將數據去世便更清晰可見 重溫本港今年lockdown時期 的確圍繞著這些高峰或其稍後的日子 疫情高峰也會嚇怕市場 故城閉蘭上周一文明年1月底 風險資產危的脈絡 明年1、2月間風險資產回落的機會頗高 由於過去半年全球每日死亡人數形成聲勢 故每當者數字邁向高峰時 疫情嚴重的國家將忍不住要大規模lockdown 而類似3、4月的經濟收縮自必再現 當然,現在大家都有經驗 但在家工作始終難以完全替代 還在lockdown的經濟收縮程度未必及當時 但今天倒閉、失業、違約等階惡化 放寬後的復原未必如上次搬快 若上次是徑痛的短痛 下次則是痛小歇的腸痛 知疫情,其他都容易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